前两日,韩网上突然有一名网友爆料着,聚和拉因为服药过量被送入了医院,怀疑她想要自杀,一时间在网上造成了疯狂的讨论,粉丝们也为她感到担心。 不过这则新闻发出后没过多久,就被聚和拉的所属公司澄清,是因为之前就有的严重睡眠障碍和消化不了等症状,服用了医学药物后,出现了不良反应才去医院就诊,目前她正留院接受详细检查。 聚和拉之前是韩国女子组合Kerry的成员,在韩国二代女团里,Kerry和少女时代,Wonder Girls,并称三大女团,而聚和拉是组合的门颜,青春可爱的形象,在韩国很受认可。 在关于她的新闻里,十条有八条是在说她长得像洋娃娃,不过大家对她更熟悉的,应该是2011年饰演《城市猎人》里,聚和拉饰演的总统的小女儿。 气氛虽然不多,但是角色很讨喜,加上这部剧很红,所以又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国民度,而且她也是少有的赶在当红时期就公布恋情的女爱豆。 2011年的时候,20岁的聚和拉被拍到和Bist的龙卷亨交往,两人多次被偷拍到约会的照片,丝毫不避讳,爱豆恋爱可是需要勇气的,两人被拍到后就大方承认在交往,不过这段运行坚持了两年多后,以聚少女多的行程为由分手。 行程,又让我背锅,后来聚和拉在2016约马离开前冬夏DSP,这也意味着出道,9年的Kara正式解散,随后聚和拉宣告与新冬夏Killis签约,正式成为裴永俊和金秀贤等演员的师妹。 不过签约新冬夏之后,粉丝却支持不进聚和拉的新作品,就连预计在去年7月,在日本发行的日文专辑也不见踪影。 反而因为聚和拉一连串的脱续行为,登上了韩老热搜,最引人瞩目的,被她在爱际上传的照片莫属。 先是和雪莉成为好朋友后,一改往日清纯可爱的形象,一起走上了放飞自我的道路,自己INF上传的照片也越来越迷醉,不知道了一再表达什么雪莉当时被指尺度很大的睡衣派对。 她也有在,似乎雪莉这些大尺度照片就是她帮忙拍的,两人还一起拍了大尺度的罗里陪风写真,当时在韩网引起轩然大波。 因为这些照片是一个叫Rota的猎通皮摄影师拍的,是丽之前被骂得很惨的那一套大尺度写真,就是出自这个摄影师之手。 不仅如此,去年7月她在爱际上传一张疑似烟草的照片,还说味道有点酸,让网友怀疑她稀释大忙,因而被卷入争议当中,虽然是后居和拉快速的把照片删掉,并且是照片里的是手卷烟。 但更令人太没关注,的是她又在某一天,突然和全智龙扯上了关系,新闻一出来就是澄清她和GD的恋爱传闻。 但粉丝表示,还没看见传闻呢就直接澄清了,好在2017年末,就和拉总算回归到大众的视线。 陆续出演,了两天一夜,认识的哥哥,Running Man,等综艺节目,也算捡回了事业性吧在节目中,留在试问, 居和拉,为什么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能在节目中看到你呢? 居和拉说,原本打算在日本展开演艺活动,但计划告吹了,然后我就开始产生了反叛心理, 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工作,连酒都没喝过,夜店也没去过。 现在想要尝笑喝酒和去夜店是什么感觉,所以就一直做了一些反叛的事情, 刘赛什随后补充问道,做了这么多反叛的时候,自己觉得怎么样? 居和拉笑说,很空虚,原来一连串的脱续行为,都是因为居和拉迎来了反叛期啊, 说来说去也还是那句话,希望居和拉可以好好的经营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吧。 二十多岁的年纪正是一人生涯的黄金时期呢。